我更重視其實是 放下很多事情 最主要的出發點其實就是要獻給 我一次的女朋友 你花了很多時間走出來 就是當專長做完之後就放下去 超級平常情 因為當時候在公布的時候 我在搬家 然後在跟我媽搬這樣子 我在那邊搬的時候 我就已經很累 然後我就心情很差 我媽就出來大叫 我說幹嘛 不講 喔 先搬了 想都沒有想那麼多 爸爸媽媽當然也是開心 但我覺得蠻平常情的 但前面當然在做創作的時候 一個心態是因為 爸爸也在做自己的專輯 然後我們兩個就是在比較 看誰先入圍這樣子 就是有這個企圖性 想要把這個 但另一點的目標 其實希望就是兩個人可以 一起在台上 然後就是 我就不小心先 先說 我就會傳給他的時候 抱歉啦 這個兒子先入圍了 但是這個講也是為了 這樣子 你小的時候已經是 就是 開始接觸音樂這件事情 是從聽爸爸的很多歌 開始聽的嘛 所以 所以 結束到他的那些生活 理解的 所謂的台語文化這件事情 其實小時候就很排斥 就以前 國中的時候 其實就是叛逆 然後就是有點八家窮 一個個性 被媽媽就會很難過 她就會說 怎麼可以這樣子 有熱誇她過 對啊 因為以前 還不知道人生方向 所以一定會想要 去做 一些很叛逆的事情 家裡樂是怎麼樣 我也不想要怎麼樣 因為現在也 都年紀大了 都成熟了 所以也都知道 自己想要的生活 是長什麼樣子 然後我們就 可能跟我爸會聊 我們以前為什麼會 這麼的 就是 玩虛擾啊 為什麼會 這麼緊繃啊 為什麼我們沒辦法 會把話講開 其實因為也是 我們都會開始分享這些故事 我們都會笑笑 然後記錄下來 就會變成是我們的音樂作品 因為其實這個重點 也不是在於 得不得獎 其實對我來講 我更重視的其實是 放下很多事情 來去為了這張專輯而做 最主要的出發點 其實就是要獻給 文儀式的女朋友 那 從相遇相識到離世的這個過程 把它變成是一個 專輯包裝 一些萬送局 那 只是這個當中 因為阿公也離世了 所以也是想要把這個科研 可以獻給他這樣子 你花了很多時間走出來 後面 就是當專長做完之後 就放下去 對 可是就是因為我是一個 比較悲觀日本人 也是因為這些 這樣的悲觀的狀態 才有趨勢 我想要把它變成是 正能量的作品 不要讓自己 所在那麼悲觀的一個狀態 就一定還是會有很多一些 emotional 所以 在 那些感觸的時候 就是第一個當下就是 你還有更多愛你的人 活在這個世界上 所以你也要繼續為這些愛你的人 繼續做價值